一张卖身起 为什么让乾隆半天没说谎 一道意味深长的圣旨 暗藏乾隆怎样的苦心 南巡的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成败论乾隆下步 乾隆帝下江南 说到乾隆帝 说到乾隆盛世 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六下江南 在诸多的亲公戏中 或是说乾隆帝关心民生疾苦 常常带一两个随从 就下江南微服私房 或是说乾隆帝声势扑朔迷离 之所以要六下江南 就是要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今天我们翻阅史料 会发现乾隆帝确实对南巡非常重视 他曾说过 于林玉六十年 樊局梁大事 一约西施 一约南巡 乾隆帝仿照祖父康熙帝六巡江浙的先例 从乾隆十六年开始 前后六次下江南 据记载 乾隆每次南巡都耗费千万两百印 南巡前一年就指定一位亲王 专门负责筹备工作 巡性所经地方 都必须提前铺路架桥 修建行宫 那么往返约六千里 好时约三个月的乾隆帝南巡之旅 到底都发生过些什么样的离奇故事 乾隆二十二年的第二次南巡路上 乾隆帝都遇到了哪些棘手的新问题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跟随作家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宏杰一起 走进乾隆 还原历史 探究他的成功与失败 今天收看成败论乾隆下部 乾隆帝下江南 在上部当中我们说过 乾隆皇帝继位之后 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很有作为 在各个方面 都把大清盛事推向了顶峰 那么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要问了 说你张宏杰可能把这个乾隆啊 讲得太好 乾隆皇帝真的这么完美吗 别急 我们这个系列呢 叫成败论乾隆 既要讲乾隆的成功 也要讲乾隆的失败 我们说在乾隆的乾半生当中啊 他呢在政治上基本上是进取的 向上的 因此呢 成功是他乾半生的主基调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 越迎则窥水满则矣 盛级必衰 那么在出现全盛之势之后呢 大清王朝的发展中 出现了很多新问题 新挑战 在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时候 乾隆啊 就没有像乾半生那样 得心应手 相反呢 还出现了很多致命的失误 那么大清王朝遇到了哪些新问题呢 让我们从乾隆22年 他第二次南巡中的一件事 开始讲起 我们说乾隆继位之后啊 历经屠治 全神贯注 处理国务 没有时间游山玩水 那么直到乾隆16年 他呢 感觉天下基本大志 才效法自己的祖父康熙 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六年之后 天下的形势呢 更加向好 他呢 就进行了第二次南巡 这第二次南巡呢 乾隆离开北京 走到山东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已经告老还乡的官员 叫庞家平 从他的老家河南 赶赴山东 来迎驾 那么在传统时代啊 皇帝出巡 各地官员呢 要积极赢驾 表示自己对这个皇帝呢 有全马一链之臣 就是呢 非常的忠诚 彭加平是康熙60年的进士 后来做官呢 一路做到江苏不正史 按照规定啊 像彭加平这样的 已经退职返乡的官员 是不必 前来迎驾 但是彭加平 为了迎驾呀 特意从河南赶到了山东 所以乾隆还是很感动 你看人家对我 这还是很有感情嘛 对吧 所以呢 马上进行召见 见了面 乾隆就问 说你们河南 百姓生活的怎么样 庄家收成好不好 乾隆呢 每见一个地方官员呢 都习惯这样问一下 一听这个话呀 彭加平向前跪爬了半步 磕了个头 说 皇上 我正想跟您说这个事 我老家呀 河南下意 地处河南西部 去年呢 遭了大灾了 发了一场大水 把庄家呢 都冲了 颗粒无收 老百姓呢 衣食无浊 四处逃荒要饭 可是我们河南那位巡抚啊 图勒丙额 他呢 既不向您汇报 又不积极救灾 听了庞家平这个话呀 乾隆一愣 我们讲过 乾隆登基之后呢 特别重视民生疾苦 特别是在这个救灾上啊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乾隆一朝用于 救灾的这个资金 是雍正朝的十多倍 乾隆呢 最痛恨的是不积极救灾 向他隐瞒灾情的官员 那么他没想到 还有人敢于 向他隐瞒灾情 但是对庞家平这番话呢 乾隆啊 也是将信将疑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图勒丙额呢 是个奇人 因为精明能干 会办事 所以乾隆呢 提拔他做了巡抚 就是一省的主官 乾隆是很欣赏这个人 他认为呢 图勒丙额呀 不至于明目张胆的 欺骗自己 第二呢 乾隆是一个非常重视 刚纪的皇帝 那么按照朝廷的刚纪呀 像彭家平这样 已经返乡的官员 应该呢 老老实实 安居相礼 不应该出来呢 干预公务 那么第三 乾隆皇帝呀 以前我们讲过 他特别痛恨大臣们 搞彭党 那么这个彭家平呢 很不巧 他身上啊 就有很浓厚的 彭党习气 早在雍正年间 他呢 积极投靠雍正的一位宠臣 叫李渭 我们看过电视剧 雍正王朝的朋友呢 都知道这个人 那么呢 打击雍正的另一位宠臣 鄂尔泰 所以听了彭家平 这番话之后呢 乾隆的第一反应 反应是 这个彭家平和这个图勒丙额呢 可能有什么个人恩怨 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呢 搞掉图勒丙额 那么不管怎么样 乾隆决定先查明真相再说 于是乾隆呢 命令彭家平返回河南 会同河南巡抚图勒丙额 一起呢 到西部去调查灾情 然后呢 共同向他汇报 那么有的观众朋友可能问了 说你让图勒丙额自己参与到 这个勘察当中 那能得到真实结果吗 别急 我们说乾隆啊 这只是明的一手 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暗的一手 什么暗的一手呢 乾隆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 他把自己身边一个非常信得过的官员 叫观音宝 叫了过来 这个观音宝呢 是步兵统领衙门的原外郎 相当于今天北京军区高级军事参谋 乾隆对他说 我呀 交给你一个秘密任务 什么秘密任务呢 你去化一下妆 来戴上瓜皮小帽 化妆成一个商人 你到河南西部给我走一趟 你看看那儿啊 到底有没有栽荒 栽荒到底重不重 那么这个措施呢 典型的反映的乾隆的行政风格 乾隆这个人太精明了 心太细了 他虽然很欣赏图勒丙额 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所以呢 采取了这样一条秘密措施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突然闯入遇到的两个老头 貌似剑胜 为的是哪般 暗房归来的观音宝 打探回什么真相 成败论乾隆下步 乾隆帝下江南 在很多电视剧和小说中 乾隆帝六下江南 时常是只带一两个随从 微服私房 但据史书记载 乾隆帝每次南巡 大约三个月左右时间 总共两三千人 军机处及各部院 都要有大臣随行 另外乾隆帝下江南 除了视察河谷海棠 和笼落江南的文人世子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游山玩水 所以安排好观音宝 去河南暗访之后 继续南巡的乾隆帝 在苏州 杭州和南京 玩得很是尽情 而且和六年前 第一次南巡相比 乾隆帝发现 江南地区的经济更加发达 老百姓安居乐业 大清天下 已经呈现出极盛之势 所以乾隆帝心情非常愉快 然而公元1757年 农历四月初七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完全破坏了乾隆帝的好心情 那么结束南巡之后 大驾北返 在四月初七日这一天呢 就走到了山东和江苏交界 一个叫箭头级的地方 突然 咯噔一声 这个大轿呢 落到地上 不往前走 乾隆伸出头往前一看呢 前面的护卫和什么人呢 似乎在那儿争执起来 原来前面远远的御路之上啊 跪着两个破衣烂衫 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头 传统时代 皇帝出行 那是有着极为森严的规矩和排场 一般来讲 皇帝要到哪儿呢 提前一年就会给他修一条又宽又平的御路 这条御路呢 黄土垫道 净水泼街 要用这个碾子 压得跟这个打鼓场一样光滑 这个御路的主路之上呢 只能行走皇帝一个人 其他人呢 绝对不许闯到御路上来 其他人要是不小心踏上御路呢 那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 所以以前呢 乾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普通百姓闯到御路上来的情况 因此呢 他赶紧叫护卫呢 把这两个人带了过来 俩老头哆哆嗦嗦 跪在面前 乾隆问 你们怎么回事 俩老头说 说皇上 我是河南下一人 我们那儿啊 遭了大灾 老百姓啊 实在是吃不上饭 活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 所以呢 找您 求您啊 救救我 听俩老头这样一说 乾隆才想起来 彭家平对他反映的那个情况 这次南巡一路玩得兴高采烈呀 乾隆把这个事都忘到脑后去 那么前面我们不是说乾隆派人去暗访吗 暗访的人虽然还没回来 但是一看这两个老头 饿得这个样 乾隆就知道 河南西部肯定是有灾化 看来这个图勒秉厄呀 确实是个报喜不报忧的官 应该呢 好好处理一下 但是乾隆啊 没有着急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已经派人去访查了 那么干脆就等访查的人回来 掌握了具体情况 再说 不在这一两天 所以乾隆让人把这两个老头戴上 作为仁政 一起北上 不料两天之后呢 又出现一次意外 两天之后的四月初九日 乾隆一行呢 走到了山东邹县 路边呢 又闯出一个蓝玉教的人 乾隆一看这个人呢 同样是衣衫蓝绿 同样是一口河南口音 一问呢 这个人叫刘元德 同样是河南下议人 这一下 乾隆停在这 不往前走 为什么呢 乾隆是不是要决心在这 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呢 不是 乾隆啊 想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我们说过乾隆这个人呢 非常细心 也非常多疑 他想啊 前两天 我刚刚叫这个彭家平 回到河南去调查灾情 那么这些天呢 就连续发生河南下议人 前来蓝玉教的情况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不见得 乾隆皇帝他25岁登基 经历了种种复杂的政治事件 所以越到后来呢 他越习惯于一种阴谋分析 就是说 先把任何事情都先判定为一个阴谋 然后呢 展开倒退 他怀疑 这有可能是 由这个返乡大臣 彭家平在背后策划 要是那样的话呢 那可是大兴政治中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 为什么呢 这叫以下犯上严重干扰政治秩序 要是这样的话 各省的人都前来效仿 那大兴天下还能有宁日吗 所以乾隆下令 立刻审问这三位灾民 审查一下他们背后有没有主使 这个主使的人是不是彭家平 那么严刑拷打之下呢 审问呢 很快有了结果 头一起来告状的这两个灾民呢 背后呢 没有任何资助 也不认识什么彭家平 但是第二起来反映情况的 这个灾民刘元德 他说 背后呢 确实有人给了他钱 不过给钱的 不是彭家平 是下一线的 一个秀才叫段昌旭 和一个武生叫刘东镇 这两个人呢 共同资助 这两个人想要扳倒的呢 也不是河南巡抚 图勒丙额 他们想要扳倒的是 下一线的支县孙末 因为这个孙末呢 不积极的救灾 全县人民对他是非常痛恨 审查结果报上了 乾隆一看 部分证明了他的猜测 乾隆分析啊 河南西部呢 可能确实是有点灾荒 因为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 历来是多灾多难 但是这个灾荒 可能并不是十分严重 所以图勒丙额 才没向他汇报呢 就在这个时候 到河南暗访的那个官员 观音宝回来了 观音宝这个人呢 是乾隆特别信任的 一个官员 他呢 对乾隆是特别忠诚 办事也特别周密 所以一听观音宝回来 乾隆呢 赶紧召见 几十天不见呢 这个观音宝啊 几乎已经 认不出模样来 瘦了整整一圈 浑身上下都是尘土 观音宝一进行宫 赶紧呢 给乾隆磕了个头 开口就说 皇上 河南下意的水灾啊 并非寻常灾荒 乃是百年不遇的大灾 观音宝说 下意这个地方 已经连续多年遭灾 去年的一场水灾 尤其浩大 他到了下意发现 县城之内啊 到处都是乞丐 县城四门之外呢 到处都是尸体 权限量价其高 只有人价即低 为了证明 自己的这个调查结果呢 他还从下意啊 买了两个孩子 哦 你还买了两个孩子 花了多少钱 乾隆问 480万 当时480万和今天 多少钱呢 大约和今天呢 96元人民币 就是说平均一个孩子呢 48块钱 乾隆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480万 两个孩子加一起吗 对啊 关音宝说 说着从身上呢 掏出一张纸 递给乾隆 乾隆一看呢 是一张卖身器 上面呢 价码写的是清清楚楚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为什么说 关音宝的暗访结果 竟让乾隆陷入 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 乾隆帝的南巡路上 到底还发生了些什么 成败论乾隆下步 乾隆帝下江南 经过关音宝的暗访 证明彭家平等人 所言不虚 夏义县确实遭遇了 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而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 图勒秉阿居然胆大妄为 欺君往上隐瞒灾情 这要是在平时 乾隆帝肯定会马上降职 立刻把孙默和图勒秉阿 夺冠罢职 投入大牢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乾隆帝看完 关音宝城上的卖身器 坐在那儿沉饮两酒 半天没有说话 就这起案子本身来说 案情很简单 很容易处理 但是乾隆呢 他是大清王朝最高统治者 他处理每一个问题 都要站在全国大局 这个角度来考 此时大清虽当盛世顶峰 但是乾隆心里很清楚 大清王朝的发展中 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 现在啊 社会上的动荡事件 是越来越多 以下犯上的事呢 是层出不穷 所以他必须非常谨慎地 处理这个事 才能避免给这个动荡的局势 火上浇油 那么为什么乾隆二十年之后 大清出现了动荡呢 我们说过乾隆二十四年左右啊 乾隆王朝在各个方面都登上了盛世疾风 但是凡事呢 都有两面 急盛当中就酝酿着衰落的因素 什么因素呢 人口压力 我们说人口迅速增长 这是清朝盛世疾风的主要表现 也是这个盛世后来崩溃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人口的增长呢 它是几何式的 增长起来是很快的 乾隆朝的人口啊 从早期的一亿多 到后来的三个亿呢 涨了一倍还要多 但是在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 这个粮食的增长呢 它是有极限的 乾隆一朝 因为采取了很多得力的措施 所以粮食总产量 创了历史最高 达到两千多亿斤 这个数字呢 是汉朝的五倍 是唐朝的三倍 非常厉害 但是与此同时啊 清代的人均粮食产量 却是历史最低 因为人口太多了 所以虽然总量很高 但是一平均呢 就没了 因此大约乾隆二十年之后啊 大兴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就是人多地少 这个土地资源呢 越来越稀缺 人多地少 那么地主呢 又不断地提高地租 比如四川卢州 有一块土地 在乾隆初年呢 他的地租是八弹五斗 那么仅仅过了四年 就涨到了二十四弹 那么地租这样涨下去 殿农呢 承受不起 怎么办 拒不交租 那你不交租 地主也不干呢 强行收租 双方呢 必不可免就产生冲突 事情还不及于此 虽然乾隆啊 非常重视民生 多次普遍全国前两 但是呢 因为贫富分化严重 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连国家的赋税都交不起 比如乾隆十二年 河南罗山县呢 因为交不起国家的赋税 所以呢 七八百个老百姓 每个人呢 手拿一束稻草 来到公堂之上 把这个稻草呢 扔在地上 什么意思啊 国家的赋税太高 我们交不起 我们不种地了 让地里啊 长草去吧 那么这些现象 在乾隆中期啊 是越来越多 这个呢 也可以说 是社会发展的一个 必然阶段 因为经济发展呢 必然导致 经济冲突 日益增多 这在一方面 当然是个坏事 当然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也是好事 因为欧洲社会 从古代传统社会 转向近代社会的 一个主要动力呢 就是人口压力下 导致的社会冲突 比如1831年 英国呢 就爆发了一场起义 那个时候啊 英国也面临着 人多地少的问题 很多农民离开土地 进城去打工 但是呢 雇主啊 压低工资多年 不给这些人掌工资 这些农民呢 就起来闹事 要求加薪 那么英国国会呢 通过了一个立法 叫劳工立法 禁止农民 通过闹事的方式 给自己掌工资 这下呢 农民不干了 于是在一个叫 瓦特泰勒的 这个尼瓦将的带领之下呢 全国农民开始起义 拿着砍刀木棍 到处袭击这个庄园和棺底 最后啊 起义呢 是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起义的目的呢 却达到了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 不得不向农民低头 取消了这个劳工立法 打工农民的这个工资呢 大幅上涨 由此呢 推动越来越多的农民 离开土地 也推动了英国的这个 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 因此欧洲的近代化呀 就是在这样的人口和资源的 持续紧张当中完成 所以这种人口压力 对乾隆来讲呢 既是问题 也是契机 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 在经济上 开放工商业 采矿业 外贸业 发展这个服务业 吸纳大量的劳动人口 在政治上呢 他可以允许农民呢 一定程度上呢 联合起来 和这个地主呢 协商地价 这样的话呢 既有利于降低 这个地主的剥削 又呢 可以减缓这个贫富差距 有利于大清的统治 但是乾隆皇帝呀 完全没有这样的思维 我们说过 乾隆呢 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在中国古代呢 是一个特别雄才大略的皇帝 但是他身上啊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虽然深处 中国从古代社会 向近代社会的 转型过程当中 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啊 却是完全传统 他接受的教育 是完全传统的 他的所有政治智慧 都是来自于古书 他的所有治理手段呢 都是古以有之 因此呢 他的思维啊 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面对社会动荡的苗头呢 乾隆采取了两手措施 第一 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呢 乾隆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降低赋税 鼓励开荒 推广两种 兴修水利 竭尽全力 把这个传统农业的这个潜力呢 挖掘到了最大 第二呢 在政治上 面对所有的这些社会上闹市的 动荡这些苗头呢 他就是一个态度 坚决镇压 乾隆规定 严禁聚众闹市 聚众达到四十人以上呢 就不分手从 计刑正法 一律呢 砍头了事 乾隆之所以这样做呀 他是为了防危杜鉴 防止小事呢 扩大化 危及大经的统治 所以他一再告诫各地地方官 必须呢 在群情汹涌之初 就擒守恶 以井于胸 就是说 在事情刚冒头的时候呢 就要狠狠打击 绝不能 心词手软 乾隆十三年呢 苏州啊 发生了一次灾荒 米商们把这个大米呢 囤起来不卖 米价大涨 老百姓活不下去呀 怎么办呢 于是呢 有一个叫顾瑶年 率领老百姓 来到官府呢 要求地方官控制梁架 那么为了表示 自己对朝廷这个功顺呢 顾瑶年呢 自负双臂 就是让人把 自己呢 在背后捆起来 跪到公堂之上 表示自己呢 是一个功顺的良民 绝无他意 但是乾隆 听了这件事之后啊 非常紧张 他下旨说 说因近日 聚众之案甚多 特命刑部定义 立即正法 就是说 就是说 最近呢 全国各地啊 聚众之案很多 这个苗头很不好 所以呢 要求苏州的地方官 把这个顾瑶年 以及其他几个带头的人呢 在公堂之上 利弊仗下 活活打死 一个仗义直言的花家老人 为何走上不归之路 一个神志不清的疯癫之人 为何遭到千刀万挂 在这次南巡途中 乾隆帝每每见到 衣衫褂褂的百姓 都会叫到架前 仔细询问 并给予赏赐 得知河南下议 遭遇严重的水灾 地方官员救灾不利 百姓被迫卖儿卖女 乾隆帝恨不得 立即将河南巡抚 图勒鸽阿 和下议宪令孙墨 立地正法 可是一想到 大清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 乾隆帝的脸色 一下子又变得十分冷峻 经过左思右想 乾隆皇帝做出了 如下的最终决定 第一 严惩地方官 下一线支县 苏默和河南巡抚 图勒饼阿 隐瞒灾情 立刻被剥夺官职 等候进一步处理 第二 那些来反映情况的人 也要严肃处理 彭家平被勒令 立刻返回家乡 以后 要老老实实 再也不得干预公务 那么 受人资助 前来反映情况的灾民 刘元德 被交给山东巡抚 乾隆要求山东巡抚 到河南 把两个资助人 一起抓来 进行审问 一定要查出背后 有没有其他阴谋 所以乾隆这样做 是两边 各打武士大阪 处理完了 乾隆给河南老百姓 架了一道 意味深长的圣旨 乾隆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呀 整顿河南官场啊 是我主动派人下去 明察暗访 发现的情况 并不是因为 他彭家平的奏报 更不是因为 一两个刁民 在这儿拦叫喊冤 所以以后 你们这些老百姓 一定要安分守己 要不然 我一定严加成处 这道圣旨呢 反映了乾隆的 一贯政治思维 那就是 全操于上 不可下意 绝对不能以下犯上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呢 乾隆接下来呢 又打了一个比方 他说 周县乃民之父母 以子民 携其父母 朕 习肯听 一面之词 开 携制之风 譬如 祖 随爱其孙 必不使其 誓恩 反抗父母 此等凋风 断不可掌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周县官 是老百姓的父母 不是有个词 叫父母官吗 那么 要是这样推的话 皇帝呢 就是老百姓的祖父 对吧 那么祖父 当然是疼爱自己的孙子的 但是呢 也不能溺爱 要讲究方式方法 如果自己的孙子 跑到祖父面前 来状告他父母的不是 明智的祖父呢 不能鼓励这些孙子们 以下犯上的不孝行 所以乾隆才决定 把这些不安分的老百姓 交给地方官处理 山东巡抚 接到命令之后呢 立刻行闻河南下役 要求下一县 立刻把刘元德 背后那两个资助人 抓起来 押赴山东 这个时候啊 河南下役的支县呢 还是孙默 因为罢官的这个圣旨呢 还没从省城 传达到他这 但是他已经知道 自己头上这顶乌纱呢 可能不保 他很清楚 如何处理这个案子 才能挽回自己的命运 因此 山东的这个消息一到 他立刻带领大批人马 前往这个秀才 段昌旭家里头 不但把这个段昌旭 抓了起来 而且呢 还进行了一番 彻底的抄家 所有带字的东西 都要拿过来 一一细细审查 为什么呢 因为孙默很清楚啊 乾隆皇帝 对任何反清的文字 都非常敏感 那么作为一个秀才 段昌旭呢 平时啊 肯定喜欢五文弄墨 肯定要写点诗词文章 甚至呢 还记记日记 那么在这些文字当中 难保不有一两句 对朝廷的愿望之语 如果找到了几句这样的话 皇帝的注意力 就会被转移 自己呢 说不定就能脱身 孙默的努力啊 没有白费 牙医们呢 在段昌旭 卧室的这个文帐顶上呢 找到几页发黄的纸 这几页纸是什么内容呢 居然是吴三桂 反清的习文 吴三桂我们知道 是清初啊 著名的三藩之一 八十年前 康熙年间呢 他曾经起兵反清 那么他的习文内容呢 当然是咒骂清朝的统领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家里居然还藏着这道习文 这不是大逆 这是什么 所以孙默呢 如获至宝 赶紧把这个东西呢 飞马报送给河南巡抚 图勒秉厄 图勒秉厄一看也很高兴啊 赶紧添油加醋 渲染一番 说这件事如何如何危险 然后呢 八百里加急 汇报给乾隆皇 乾隆一看这个汇报啊 也很重视 于是呢 乾隆断然采取了 两项措施 第一 下一支县 孙默和河南巡抚 图勒秉厄 能够侦办这样的反清大案 上属能办事之源 不必搁职 继续留任 第二呢 要求河南巡抚 图勒秉厄 继续侦办此案 一定要查清背后 有没有其他情有 那么在商誉当中呢 乾隆啊 还特意呢 提了这样一句话 命图勒秉厄 前往彭家平家查抄 以查彭家 是否亦藏有此道尾系 那么审查结果证明 彭家平家呢 并没有 这道西文 但是很不幸 彭家平交代啊 他家里啊 藏有几本 明末清初的野史 什么野史呢 有这个育变济略 有这个育变济略 有日本启示记 有陆河济文 这些野史是什么内容呢 记载的都是各地呀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反清斗争的情况 那么在乾隆看来 这当然呢 不利于大清的统治 搜到了这些证据 乾隆很满意 他认为呢 可以定案了 于是呢 他以私藏吴三桂 反清习文的罪名 把这个秀才断昌序 从宽斩立决 立刻砍头 那么 以私藏逆书之罪 把这个彭家平呢 从宽 赐令自尽 让他呢 上吊自杀 让彭家平自杀之后啊 乾隆呢 还不过瘾 对彭家平家这个财产 他还没有放过 彭家平家里啊 有几千亩土地 对这几千亩土地呢 乾隆的处理手法 十分奇特 他命人把这几千亩土地 分给河南下意的 普通老百姓 每家都分一点 那么通过以上的处理呢 乾隆就对 底层社会啊 展现了他足够强硬的一手 当然了 要是仅止有此一手 我们说乾隆呢 只是一个不将理的皇帝 不过乾隆 毕竟是乾隆 除了这强硬的一手啊 他还有柔软的一手 什么柔软的一手呢 过了不久 乾隆宣布 河南下意 老百姓历年所欠的国家赋税 一律免除 都不要了 而且呢 他派人深入下意 深入调查 为什么这个地方连年遭遇水灾 投入巨资 兴修水利 免除后患 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 他找个借口 把图勒丙额呢 调回北京 巧妙地解除了 他的这个巡抚之职 又过了一段时间呢 又找其他借口 把这个孙末呢 也给免除 所以这就是乾隆 处理这些地方矛盾的 一贯手法 首先要镇压这些为首的人 其次呢 也要给老百姓呢 解决实际问题 防止他们呢 真的起来造反 那么彭家平这个案子啊 在历史上呢 一般都被称为 彭家平私藏野史案 从表面上来说 乾隆处理彭家平这些人呢 是因为这些反清的文字 但事实上呢 我们都知道 乾隆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他兴起这个大案 主要是为了 维持大清的这个社会秩序 那么为了这个目的 乾隆中旗啊 他呢又制造了很多血淋淋的 这个旗案 在这些案件当中 乾隆的处理手法也都是非常出奇 那么这些旗案旗在哪呢 乾隆稳定社会的这些努力 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我们呢 下一期再讲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